哈囉哈囉我是GTuber璐璐洛洛 本次影片要帶來原神3.5版本 全新刺青角色 米卡的評測全分析影片 雖然和凌華與聖鶴這樣的 有動體系代表著角色放在同一個卡池 但是更多人關心的還是她在物理隊帶來的效應 因此若是不清楚如何培養米卡 或是想了解米卡的相關配對的話 可以參考洛洛接下來的影片內容 稍後也會說明米卡的角色定位 篇覆技能、命座解析與抽取接應 生物套裝的選擇、相關隊伍實戰示範等內容 那影片開始前若還沒有進入洛洛的頻道的話 記得先訂閱一下喔! 米卡是四星冰元素長槍角色 定位為物理攻速輔助 此外還可以兼顧治療的效果 元素戰技可以為隊伍中所有的場上角色提升攻速 相較於雲錦需要解鎖到6命 靈人需要解鎖到4命 琴需要解鎖到2命才能有攻速加成的效果來看 米卡是目前唯一可以直接在0命 就能讓角色獲得攻速加成的輔助角色 但也不用覺得因為可以加攻速 所以就要將所有可以加攻速的角色湊在一對 因為攻速主要提升的是攻擊次數 但每次的攻擊傷害並沒有提升 以流量者來說搭配米卡的攻速效果 整條控制力消耗完也只是多打一波普攻 靈人的話一技能一套大約可以多會2到3下 如果硬要再放更多的攻速加成角色在其中 那笑一笑還不如放其他增傷角色 或是可以協同輸出的角色要來得更好 像是以小公來說 洛洛自己認為女卡至於小公還是不如雲錦來得更好 因此米卡其實比較像是低配版的攻速輔助 想要普攻加傷又加速 滿命雲錦還是更好的選擇 再來米卡離命就有攻速加成的效果 在搭配解鎖都有天賦的情況下 可以依據命中的敵人數量來獲得物傷加成 這才是米卡最獨特的作用 並且這個效果其實在給一些萌星看索大世界的前期時 可以帶來很不錯的遊戲體驗 尤其是假如以雷澤這樣的物傷輸出角色開荒的話 米卡離命就可以擔任很不錯的物傷攻速輔助奶媽 那如果是沒有雷澤的萌星 也可以自己去體降庫做一把主屬性為物傷加成的流月針 讓米卡自己打物傷又吃自己的BUFF和奶量 或是讓凱亞打物傷 米卡作為輔助組成前期開荒的隊伍陣容等等 若是米卡解鎖滿命 更可以帶來更高的物理爆傷加成 因為本身自帶的作用較多 因此也可以置換原本物理隊中中離和班尼特的位置 讓組隊變得更加靈活 但如果要完全取代班尼特在物理隊提供給優娜的作用的話 米卡最好要在滿命的時候 才可以超越班尼特所帶來的增傷作用 因此如果是主練優娜這樣的物理主機的話 還是會比較建議要將米卡抽到滿命 否則就還是信用班尼特要來的更好 又或是需要將班尼特和米卡兩個人同時一起帶在隊伍中 但若若自己試玩起來的感受 還是覺得米卡的加入並不是主要和班尼特 坐在一起給優娜 而是解放班尼特和中離的位置 因為米卡的治療效果除了在第一時間順補之外 在正常角色輸出的過程中還可以持續回血 因此優娜也不再優先綁定護盾角色 變成讓優娜可以組成更多輔助作用在一身的配置 像是優娜加羅莎莉亞加米卡這樣的三兵配置 最後再搭配一名可以長時間後台掛雷的角色 但米卡自身的大招能量也比較多 也因為天賦效果的要求最好是E和Q同時開 才能觸發過有天賦的誤傷加持效果 等於米卡也是一名和優娜一樣需要依靠大招的角色 因此最後一名後台畫雷角色的最佳選擇依然是雷電將軍 但至少米卡讓優娜的隊伍配置更加靈活了 米卡的普攻是運用長槍和手弩進行五段共六次的傷害 如果主要是用來作為輔助定位的米卡 普攻可以不用升級 米卡的1元素戰績分為點暗和長暗 施放時會使用手弩攻擊並且替附近所有角色賦予攻速加成的效果 天賦等級每升級都可以增加攻速 13級可以增加到最多25% 點暗1的時候可以發射穿透敵人的雙流石 長暗時會進入瞄準狀態發射冰心信標 與短暗的差別在於命中敵人後會向周圍最多3名敵人發射冰心碎片 造成冰元素傷害 短暗與長暗皆為弱冰元素附著 命中後會產生4顆元素微粒 搭配誤傷隊的話元素戰績需要搭配不有天賦1 速射牽制的誤傷加成效果一起觸發才算是完整的BUFF 另外也需要注意1技能的誤傷加成效果是只作用於場上的前台角色 因此有時候優拉的輸出過程中會有提前切腳引爆 不打滿光劍層數的手法 如果是提早下場的優拉 因為已經下場了這樣就不適用於米卡的誤傷加成效果 所以搭配米卡的優拉若開大就是要5跳好跳滿 最好不能提前落跑喔 米卡的Q元素爆發主要是治療技能 施放後並不會造成傷害也不會產生元素附著 施放後會類似琴團長的群體順補效果 快速拉起角色的生命值 而後場上的角色普攻命中敵人時 將會持續恢復該角色的生命值 在還沒有解鎖一命的效果前 每2.5秒恢復一次血量 Q元素爆發除了可以用在危急時刻群體拉血之外 通常也是要搭配固有天賦2立貌測試的效果 在實戰中和1同時釋放 固有天賦1主要是可以透過點暗或長按1時 持場上的角色可以獲得物理傷害提升 持續時間12秒冷卻時間15秒 最多可以獲得3層的物理傷害加成 每層10%最多30% 如果是點暗1命中敵人 命中的該名敵人不算 額外命中的敵人可以產生一層物理加傷 而若是長按1 當冰心破片命中最多3名敵人時 就可以獲得3層加傷 但也就表示場上需要有4名敵人 才能在長按時觸發到最多層數 相對的 因為命中的第一個敵人不算層數 所以如果是對到單體敵人時 像是魔偶見鬼這種 就比較難疊加層數 所以大部分實戰情況下 對群可以用長按 若對單則可以用點按 固有天賦2可以使1技能的物傷加成上限提升一層 條件是需要處於妮卡的1和Q技能 同時發動下的場上角色 在攻擊造成暴擊時才能觸發這個固有天賦 也因此 妮卡的技能關鍵就需要1加Q同時發動 也就需要要求元素爆發的充能能量循環 天賦升級優先順序方面 1元素戰技為核心天賦 每身一級都可以提升攻速 其次Q元素爆發 A普攻可升可不升 關於妮卡的等級突破素材 需要討伐虛迷的野外BOSS風石蝦蟲取得蒼蜜蜜蜜 以及蒙德特產勾勾果 討伐愚人眾掉落的灰激 配付突破素材為週三六日開放的詩文系列 若是天賦技能6以上則會需要消耗 陣機之神所掉落的無星的冤禁 靈命的妮卡是目前全角色中最低成本 就能提供攻速加成的輔助角色 因此萌新時期也可以搭配靈命的妮卡來開荒 而如果是考量到升級螺旋的環境的話 就還是需要一定的角色練度與聖誘的面板搭配 一命解鎖後可以搭配E技能的攻速加成效果 使得Q大招的每次恢復間隔時間縮短 縮短的比例相當於攻速加成的比例 白話的意思就是原本是每2.5秒恢復一次血量 如果妮卡是13等級的E技能 可以提供25%的攻速加成 也就是2.5秒減掉25% 就等於這次回血的間隔 2命解鎖後的主要效果 是可以更容易疊加誤傷加成層數 原本為解鎖2命的妮卡 在第一發箭矢命中的第一名敵人時 是不會累積誤傷加成層數的 所以在應對單體敵人時就比較沒有作用 但解鎖2命後 即便在面對只有一名的敵人情況下 最少也會有一層誤傷加成層數了 3命和5命分別提升Q和E技能的天賦等級上限 用E技能為核心天賦 因此5命效果更好 解鎖4命後 假如妮卡的Q大招領域正在為隊伍中角色進行治療時 將可以替妮卡恢復3點元素能量 最多可以恢復15點 也可以讓妮卡的大招能量有更好的循環 但是要注意的是 假如妮卡的Q大招並沒有為隊伍中角色進行治療時 這個回能效果就會發動 解鎖6命後 妮卡就可以在誤傷隊中成為超越班尼特的輔助存在 除了可以讓誤傷加成層數上限再增加一層之外 並且還可以使E技能BUFF下的角色 提高額外的物理爆傷60% 也就等於最多可以獲得50%的物傷加成 再搭配60%的物理爆傷 妮卡就是一個完整的物理隊專服了 但實戰上來說 雖然至少保底會有一層和物理爆傷60%了 若是附近的怪不夠多的話 也是會有可能出現物傷加成層數沒有辦法疊滿的情況 因此更為珍貴的效果還是在於買命的物理爆傷60% 這邊再總結一下妮卡的命座提升建議 零命的妮卡就是一個最低命座成本的工作輔助 而因為妮卡主要需要靠E加Q一起發動來提供BUFF 因此4命的回能效果也會是一個不錯的命座 最後就是6命的物理爆傷加成60% 如果只是單純想體驗增加角色的工作體驗的話 零命的妮卡就可以了 而後若是物理隊真愛的話 那妮卡的滿命就是必要的 就像是炎Z需要滿命武郎 封Z需要滿命法洛山的關係差不多 妮卡的聖物最為推薦的就是宗式自建套 主要的關鍵是在於自建套的效果 可以提供額外的攻擊力趴速效果 又以輔助吃攻擊力數值的輸出位角色 要注意的是中式自建套 隊伍中只需要有一個人穿就好 假如和班尼特放在一隊的話 可能其中一個人要改成其他套裝 避免多出的套裝效果吃不到 而其他替代方案則可以考慮提供元素充能的絕緣二件套 提升治療效果的少女二件套 海染二件套粉等 萌新也可以考慮搭配流浪者與學士2加2套裝 細物主部屬性選擇 十隻蝦可以選擇元素充能效率或生命值 若對於大招比較重視 可以優先穿元素充能效率 控制杯選擇生命值 理智慣選擇生命值或是治療加成 畢業面版參考 血量可以在3萬以上 元素充能效率 若是沒有搭配雷電將軍的元素充能 則會建議在180%到200%左右 隊伍中有雷電將軍則大致上可以改成生命殺 元素充能有120%到130%左右就夠用了 若是搭配西風長槍 則暴擊率需要對到至少50%以上 武器的部分推薦西風長槍 或是其他元素充能或生命值相關的長槍武器 像是天空之己、替草之道光、漁獲、視作星蓮、 奇兜院史文字、護魔之杖、黑鷹槍等等都可以 妮卡主要的配對思路就是攻速或是物傷輔助這兩種 當然如果性物夠好 妮卡也可以自己輔助自己當物理主席 因此稍後的隊伍示範 洛洛會帶來一些妮卡的相關組隊給大家參考 優拉三兵的隊伍陣容為 優拉加雷電將軍加滿命羅莎莉亞加滿命妮卡 手術的手法為 雷神E上雷 妮卡QE 羅莎莎QE 優拉EQ開大跳舞 要注意滿命妮卡的物理爆傷加成 需要在1技能的凌風狀態12秒內 快速銜接滿命羅莎莉亞的10秒物理減抗 最後優拉開大後不能速切角色引爆光劍 才能盡可能吃好吃滿所有的BUFF 妮卡提供攻速的部分 也適合給以普攻速中為主的流浪者 流浪者最關鍵的輔助主要是滿命法陸山 因此剩下兩個位置也可以搭配一個妮卡 這樣提供攻速的輔助 並且比較不需要要求妮卡的命座 這邊的隊伍配置主要為 流浪者加滿命法陸山加葉蘭加妮卡 修飾過程中主要是葉蘭QE 米卡QE 白蘿山Q 流浪者E戰場輸出接Q的流程 另外一名也以普攻為主要輸出形式的靈人 陸落自己試用起來搭配米卡的陣容也還不錯 並且也可以再搭配草原素相關的體系做一個變化 這裡的組成為靈人加納希達加九七刃加米卡 靈人原本自身需要靠提升到4命 才有15%的攻速加成 但現在只要有一個0命米卡 就可以吃到攻速加成 搭配草神和精通流的九七刃 也可以打出凍結加超戰方的效果 菲希爾其實在原神剛開服的時期 常被很多人拿來當作物理主司一使用 並且小艾咪本身也有著很不錯的工作 目前則可以讓小艾咪穿上物理相關的限物套裝 像是蒼白或染血套等等的 搭配米卡和奧茲掛雷做超導 中間可以再穿插提升普攻傷害 和工作的滿命雲錦以及增傷的班尼特 限物套裝夠好的話 也可以在神經螺旋中大甲身手 最後就是帶來米卡自己作為物理主司的表現 主要就是和剛剛小艾咪那隊互換輸出位 讓菲希爾改穿千X鍵套 米卡穿上物理傷害相關的信物套裝 武器可以選擇和撲冤成為一個自己輔助自己的情況 放大招的時候米卡還會說 我連蛙包含零王馬克西歐 然後在看著她戰場打物理傷害的時候還蠻有趣的 總結米卡適合什麼樣的人抽呢? 明明米卡適合一些想玩低配攻速輔助的玩家 滿命則是物理隊專輔 說到物理隊也就會想到優拉 因此很多優拉真愛擋或是想抽優拉的肉肉們 再評估米卡的搭配效果 優拉目前也已經是原神中 尚未復刻的角色排行榜防守了 目前物理隊體系也還不像其他元素 都得到官方的拉抬過了 因為物理隊主要的弱勢是像岩隊一樣比較難破盾 同時當家的物理一解優拉本身也是一個很需要充能的角色 也許在未來風水輪流轉 總有一段時間也會輪到物理隊的時代 但即便物理隊像是一隻沉睡著獅子的狀態 優拉依然還是核爆排行榜的最高傷害女王 屬於優拉真愛擋的肉肉們還是可以考慮抽個滿命的米卡 但如果沒有那麼急的話 其實也可以先用原本的優拉物理隊配置 中間有機會還是有可能在後續米卡加入常駐後能抽到 而如果是萌新的話 靈命的米卡帶來的大世界體驗還不錯 最低成本的攻速輔助奶媽 有個奶媽在前期脫光時也能帶來不少的安全感 以上就是米卡的角色評測全分析 希望大家都能更了解米卡的角色培養與使用 覺得影片內容的時候也可以點擊喜歡給肉肉一個鼓勵喔 那有任何問題可以在底下留言 洛洛都會一回覆 製作攻略不容易 若是想支持洛洛的頻道內容 也可以點擊加入按鈕來處理完會員 或是點擊超級感謝贊助洛洛杯新奶茶 目前每週的晚上也會固定直播員原神 每週一到晚覺得半更新影片 我是去RTuber璐洛洛 我們下次見囉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嘔嘔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